疫情后很多报告显示温哥华已经不在安全 而在整个加拿大前10名安全的城市里面 温哥都排不进榜,只排到第18名 那我们认识的温哥华在改变吗? hello大家好,我是Ken,温哥华地产经济 去年曾经介绍过温哥华最危险的地区 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这边 而最危险的地区,唐人街China Town 这边的犯罪率比全国平均值要高出快一倍 1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那这集我们就带来看一下5个温哥华最安全的社区 我们将揭开这些社区神秘的面纱 让你感觉到这些地区的安全以及临近的范围 这些社区都是由AirVibes网站评分出来的 我只是负责传递这个讯息 如果你向往的社区并没有在这个类似里面 请找AirVibes申诉 接下来我就介绍这个地区具体的位置 居住环境、区内设施、学校 以及这些地区非常惊人的房价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频道的支持 麻烦在下面用力按下那个like按钮 让更多对温哥华这个城市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频道主要介绍温哥华以及温哥华房地产 记得订阅 如果你想每个月收到我们的月报 知道温哥华房市和当月的活动的话 在下面连结里面输入你的资讯就可以加入 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个人是固定双我们月报的 希望今年的目标可以达到1000 那我们马上开始 欢迎回来到马上开始介绍这五个地区 第一个地区是Dumbar Southland 这个区域是由西部的University Endowment Land 由西延伸到东边的McKensie 以及Blanum Street 介于16街跟菲萨河谷中间这个地区 那有什么呢 比温哥华最美丽最有活力的社区之一 开头更好呢 Dumbar Southland 是一个美丽的富有文化气息的社区 这个社区呢相对成熟 拥有宁静的街道 超过百年的历史 等等呢 给大家看一间百年的老房 这边有高大的古老树木啦 以及社区的购物中心 在Southland的东南面呢 是一个原住民部落 他们叫Marskrim 所以在这边的地呢 都是由他们所拥有 所以是左右的珠约地 那这区呢也在温哥华的Fly Plants上面 相对地势比较低 这区的南面呢 有Shawnesy Golf 跟Country Club 和麦克利高尔夫球场 今年的女子职业高尔夫球赛呢 会在Shawnesy举办 但这个呢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职业比赛了 因为这个地是属于Marskrim的 而Marskrim部落呢 已经说到 这个地呢 会租约到2032年呢 而不再续约了 这个区域呢 也妥善地保持它早期的遗产 像这间呢 在Blanum大街上的Lore Kitchen 学校建于1914年 这座学校建筑的亮点呢 是要非常精致的木工艺术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间呢 在这个社区超过100年的房子 Dumbart Salson 这边呢 有一个在卖的单位呢 是非常有历史的古迹 3547 Mayfair Avenue 要价3298,000 它有113年的历史哦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6房三位 甚至有2562尺 地税呢 是9124 地呢 有5435 sqft 好我们看一下 它的具体位置呢 是在Dumbart Salson 的里面啦 它是在Mayfair Avenue 接着Dumbart跟Blanum之间 然后我们再去一下 看一下它里面的3D 3D图 这个房子呢 其实它已经经过装修过了 所以你感觉不到 它有这么老的年纪 但其实看起来 其实蛮温馨的 我们从它的 我猜这边是它的入口 它有个两房的出租单位 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图可以看 那我们就直接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一进门 这边有一个书房 然后有一个可能是 应该算是房间吧 现在当作书房 有窗户 有衣柜 这边还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储藏 然后这边就是 很温馨的客厅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饭桌饭厅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厨房 然后后面有一个花园 其实都装修过了 真的看不出来它有113年的历史 但你会发现它的格局呢 就不像现代那一种 是Open Concert 它是非常的 紧闭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地下室 那我就不去地下室看了 我们直接去楼上看一下 它有两个房间 楼上在哪里 OK Let's fast forward OK Sorry 楼上在这个位置 OK 这边楼下一个房间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 像是一个Piano Room 然后我们直接上去看一下 Oops Sorry 不好意思 可能让大家有点头晕 这边一个Skylight 然后我们看它左手边呢 这一个房 这房间呢 你发现 比较古老的房子 它的Roof Line会比较低 就是 新的设计是不会这样子 但这样的话就变成压迫感比较大 然后你睡在这边就觉得 怎么屋顶离有点近 然后我们看到另外这边 那没办法 这个区 基本上都是比较 年龄比较大的房子 好 除非你重新盖 然后这边一样 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Roof Line 已经切到你的房子里面 好 这个就是在Done Bar这边呢 320 330万以内可以买到的房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Aerobibes 看一下它的统计数据吧 该社区呢 基本上平均呢 都会在A级以上 其中它的便利设施呢 以及犯罪率呢 更达到A Plus的评级 学校呢 也得到A Plus评级 这区呢 比较有名的两所私利学校 有St. George's 跟Crafton House 那在这边呢 住房可负担性呢 为D 那相对呢 有这么好的评级呢 它住房可负担率呢 就只有D而已 所以呢 生活在这个区呢 并不便宜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边 平均房价 地产局这边呢 把Done Bar跟Southstone 两个区是分开的 在Done Bar这边呢 平均房价为330万 而这5年的涨幅呢 为3% 而Southstone这边呢 平均房价为357万 这5年的涨幅有高达28%之多 好 第二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地区呢 就是Mackenzie Heights Mackenzie Heights呢 可能在温哥华 大家可能比较不常听到的社区 但它却是一个风景融化的社区 它这个地区的位置呢 是在King Edward以南 37街以北 Blindham 区以东 以及Lod Street 以西 这市区的人口呢 只有1724个居民 相当的少 它只占整个温哥华总人口的 0.2% 所以是个非常隐蔽的宝地 这个社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当你听到这个占地5公顷的 Ballard Club Park的时候 你应该会比较了解 在30餐间Mackenzie的交接处呢 有很多本地的商店 大家有空呢 可以来这边试一下 好 那你看到我们这边有非常丰富的一些食物啦 我们刚好来 Mackenzie跟30餐间这边呢 看一下这边本地的餐厅 那这间餐厅呢 这个Bake House 在Google Review上面呢 有4.5分 那我们试一下它的Steak Sandwich 跟它的这个番茄汤 这间餐厅呢 它跟我们说有11点的例子 主要做一些烘培的点心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来试一下本地的餐厅哦 Bake House 这个区的位置呢 相对适中 你到哪里人都非常方便 一般公车呢 就可以到市中心 开车呢 就几分钟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Aeravive 在对这区的评分 该社区呢 在便利设施呢 以及犯罪率呢 都高达A Plus的评级 教育呢 和住房呢 都得到了B Plus的评级 因此呢 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呢 相对对其他地区来讲呢 就不是太过的拥挤 那么Kensie High的平均房价呢 为396万 这五年来呢 也升了22%哦 好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地区呢 就是West Point Great West Point Great呢 这个社区的位置呢 是在Dumbart Southland 第一个我们介绍地区的北面 所以它是由16街以北 一直到English Bay 英吉利海峡 然后它介于Alma 跟布兰卡街中间 这个社区呢 具备了丰富的历史 这个地区的亮点 它有两个非常美丽的海滩 一个就是Jerico海滩 另外一个是Spanish Bank 在海滩旁边这条街呢 Bellemont呢 常常会上新闻 因为这条街上面的房子 都非常的昂贵 那我们看到今年呢 BC省的估价呢 最贵的10间房子 有5间呢 都在这个Bellemont这条街上 真的非常夸张 那在今年呢 大家如果看新闻都知道呢 6月的时候呢 Jerico这边呢 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这边呢 即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这边有超过36公顷的开发地 未来呢 会有13000个单位 预计将这区的人口数呢 加上一倍之多 那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 最高的高楼可以达到49层 这个改革呢 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因为他们感觉 这样子的开发呢 会破坏整个社区的环境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这样子有更多机会 可以搬入这么好的区域 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对社会的发展呢 相对也有所帮助 但如果你喜欢日落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前往 英吉利海峡这边呢 欣赏一下美丽的日落景色 那这个城镇的人口密度呢 是属于中等的 而在Airvine这边的数据统计呢 这里的设施教育以及犯罪率呢 一样都得到A plus的评级 这边比较有名的学校呢 就是罗宾中学 跟West Point Great Academy 而在这区的隔壁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UBC大学啦 所以在这区呢 不管你是上中学 以及上大学呢 都是非常方便 这区的平均独立物房价呢 为362万 所以刚刚北马那些呢 是属于比较exception的 例外的 而这5年呢 也上涨了7%哦 好那下一个呢 大家介绍的单位呢 就是South Campy 我刚好在那边呢 有一个新的楼盘 跟Studio的单位 我们直接过去那边拍摄 Let's go 那这个社区呢 是位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呢 和温哥华豪宅区 Shunasihai之间 在Oak呢 跟Campy中间 由41街呢 一路向北到16街 在这个社区有众多的 医疗诊所和医院 包括BC Children 跟Women Hospital 所以如果家中呢 对医疗有特别需求 或是有孩子的家庭呢 这个社区呢 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这个地区呢 有丰富的历史古迹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1912年呢 建造了RCMP的总部 室内拥有3万尺的面积哦 那这个区呢 也是唯一一个 有天车经过的社区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 新的公寓及层数在这边发展 那刚好呢 在这边呢 我有一个商住两用的单位呢 这边给他参观一下 位于Oak跟22街的交叉口 外观看起来呢 像是一个有特色的公寓呢 其实里面呢 也可以当作商业用途 在这边呢 除了自助以外呢 办公也很不错 这个单位呢 经由现任屋主呢 经过装修以后 你看不出来这个单位呢 已经25年了 那这室内有接近650尺 那我特别喜欢呢 这个10尺的挑高屋顶 在25年前呢 有这么高的屋顶呢 真的是不多见 那South Camping这边呢 在Aerovibe这边的统计数据 我们看到呢 他呢 除了房价呢 是C Plus的评分以外 在其他的区域呢 都是一个A Plus的一个绝佳社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5年来 South Camping这区的房价了吧 在独立屋方面呢 平均房价为325万 由2018到2022年呢 下跌百分之16% 而城塑及公寓呢 平均价格为116万 在这5年呢 也下跌百分之9%哦 那最后呢 大家介绍的地区呢 就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Shaughnessy Shaughnessy呢 是位于16街以南 41街以北 在Oak Street呢 跟East Bolivar的中间 那Shaughnessy呢 其实是有King Edward中间 又分成两区 北边呢 是属于比较历史的 FirstShaughnessy区 那Shaughnessy这边生活呢 遇到了现在 大多份这边的房子呢 都是非常有历史古迹的 都在二战之后建造的 是一个常常听到 但是非常隐秘的地区 这区呢 其实有很多房子 拥有非常大的地 都超过1万尺 那价位呢 非常夸张 目前在市场上 卖的21间房 都有超过1000万 而在Airby's平价呢 这也是温哥华最贵的社区 虽然说刚刚看到Belmont呢 它有5间上榜 但是以整个平均价来说呢 Shaughnessy还是比West Point Great贵的 那我想大家一定想 看人家这边的房子 道理贵到多夸张 这边是一个5年新的房子 它占地呢 23000尺 室内呢 有11000尺的面积 它的要价呢 为2488万 光是一年的地税呢 就要10万 真的非常夸张 这区唯一的公寓中学呢 是Point Great 而政府呢 买下来这个Abulus Greenway呢 也在这个区的边境地带 这边呢 非常适合进走啊 或是骑自行车 这个区总共有5个公园 比较有名的Manducan Park 占地55公顷 基本上在Oak Street呢 开车都会看到这个公园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AeroVibes呢 在Shawnessy的统计数据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呢 Shawnessy这边呢 只有A plus跟F 这个区呢 除了住房负担能力 跟生活费用 只得到了F的评分以外呢 其他所有的类别呢 都是A plus 所以好区呢 它自然它价格就非常的昂贵 Shawnessy区呢 平均独立物房价呢 为535万了 这5年来价格呢 下降了1% 这几个地区呢 也是温哥华呢 排名最贵的几个地区 好这边呢 就是由AeroVibes排名出来的 温哥华5个最安全 且适合家庭居住的地区 既然都看到这了 麻烦帮我点个赞 以及分享出去 如果你对以上的排名不同意 那请你找AeroVibes理论呢 我只是个传递讯息的人 那如果你对温哥华 已经问到房地产 有兴趣的朋友们 知道怎么做啦 订阅分享 按下旁边小铃铛 下次应有新的视频 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